110 信報財經新聞 落木炒送紅股抹接火棒 2015年7月4日投資評息 B05移動手備投資分析部A股再度急跌 港股通眾多股份昨日現成交移動 大跌如7% 包括中航科工02357 中國食品00506 神冠00829 神州數碼00861 光大控股00165 中法花肥00297 順豐01165 阿里巴巴影業01060及創為數碼00751 滿木倉儀 高層計劃增前內地股市繼續大跌 深圳及創業版股份甚至停牌自救 本週以來已有150多間企業停牌 亦有公市公布回購及股東增持 當眾 洛陽木業03993公布送紅股及高層增持 股價即時大幅反彈6.7% 乘益市其趴 成交急增至1.78億元 較前日的3880萬元 大增3.5倍 洛陽木業A股603993 更漲停 洛陽木業大股東紅商集團提議 洛陽木業考慮 除以截至今年7月底股東持有 現有每10股股份轉增20股紅股 為基準 向全體股東發行紅股 同時 公司全體高級管理人員及部分董事 及監視監獄近日股份價值大幅非理性下跌 基於對公司未來前景的信心 計劃至今日起計六個月內 各節在二級市場計劃合共營購不少於150萬股 預計建議營購時項將涉及不少於2250萬元人民幣 洛陽木業 H股至4月9日高位9.3元 跌至前日最低的5.24元 大跌了如43% 不過 彭博綜合勸商預測 該股今明兩年預測起 仍高達16.9倍及15.9倍 今年每股營利料倒退25% 鑑於去年同期基數價高 加上主要產品平均售價或將維持低位 以及需求約於預期 原大證券早前報告指出 洛陽木業2014年業績不及預期 去年四季度每股收益為0.07元人民幣 暗貴下滑23% 因四季度營利受到同 木屋價格持續下跌的不利影響 2015年一季度木屋和同的價格均按年下跌13%以上 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導致全球需求持續低迷 因此原材料市場供應過程的嚴峻局面恐將延續 把2015年銷量和平均售價與股分別下跌3%和18% 預計2015年上半年業績可能令市場失望 業績未出谷底送紅股一般有刺激股價短線上升的作用 即使高層未來增持不少於2250萬元人民幣 相對總市值高達569億元人民幣 也只是泥牛入海 僅能略為提振短期信心 所以 反彈過後 若市場整體氣氛型未見扭轉的話 再沉底機會高 再大跌市中 即使要撈底 還要試選有業績支持及股值交給引的優質股 不如跟消息亂接火棒 投資分析部號港股分析號移動手臂落木炒送紅股抹接火棒